整個大灣區的政策是人財流動、資金流動、各方面的所有東西融合 向一個方向發展,盡量放寬,這就是大方向 所以除了現在先放寬的幾個城市之外 我相信最終其他所有城市都會盡量放寬 首先要考慮為何要置業 我們習慣了香港人置業有幾個方向 一個就是置業,一個就是投資 如果你是用一個投資的角度,希望賣一些大灣區的樓 然後從而將來賣賺錢,甚至是短期錢來炒賣賺錢 我覺得就未必十分適合 因為第一,有稅 更重要的就是限制只不過是放寬你買一間 你來來去買一間的話 我覺得在投資炒賣的角度是很難考慮的 中央政府或者各個9加2政府裏面 對於不是這樣希望我們香港人去買樓來炒賣 是想什麼呢?是想人財流動 希望如果你有需要在中山做事的話 你很希望在中山置業或者在東莞置業的話 你是有一個置業的權益 這個其實是鼓勵人財流動的一個政策 真正移民去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香港人其實很少 不過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香港人在香港退休的話,其實成本很貴 我們絕對可以考慮在大灣區在你的出生地 在你的組織的地方買一間房子 作為你未來退休的地方 其實現在很多香港人都在中山或者大灣區的城市 買了一些房子就在他退休之後就會回去住 因為一小時城市圈就會令到 譬如你住在中山回來香港是一個小時鬆一點 未來的基建更好的時候你會回來更快 在這樣的考慮之下 如果你整個退休生活 改變了住在一個便宜很多的城市 環境好很多在中山或者珠海 但你有需要的時候 隨時可以回來香港也很近 不像說你去了溫哥華或者去了船尼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方向 而這個也是一個趨勢 我們現在很多香港人已經做了 未來我相信這個趨勢會更多